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探索节目 今天我们要探讨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 中国针对意见者的新战术 骚扰一位居住在美国的评论家的孩子 著名的中国作家邓玉文因为经常批评中国 及其领袖习近平而成为攻击目标 中国的反应极其严厉 不仅对邓先生本人进行了粗俗且带有威胁性的个人攻击 甚至波及到他在美国的十几岁女儿 根据克莱姆森大学和Meta 及Facebook和Instagram的母公司的研究 一个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的秘密宣传网络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对邓先生及其女儿 进行了性暗示和威胁性的攻击 这些账号使用假身份 发布了大量攻击性内容 甚至波及到邓先生社区内的公立学校账号 对其16岁的女儿进行了无端诽谤 将他描绘成吸毒者 纵火犯和妓女 邓先生曾试图删除这些攻击性内容 但并未成功 因为对方不断更换账号进行攻击 这些粗俗的评论还出现在Facebook社区页面 以及TripAdvisor、Patch和Niche等平台上 这些网站通常用于帮助家长选择学校 这种骚扰行为符合一种在线恐吓模式 已在华盛顿、加拿大等地引起警钟 研究人员将这些攻击行为 与一个名为Spamaflage或Dragon Bridge的社交媒体账号网络 联系起来 这是中国庞大宣传机构的一部分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各位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今天的报道与分析特别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一篇来自纽约时报的文章 标题为新战术 中国信息战中骚扰批评者在美国的子女 这篇文章揭示了中国政府 在应对其批评者时所采取的新策略 以及这一策略背后的复杂背景和深远影响 文章的主人公是邓玉文 他是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 现居住在美国费城郊区 邓玉文长期以来一直公开批评 中国政府及其领导人习近平 这种批评引发了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应 而最近的反应尤为严厉且带有个人攻击的性质 根据克莱姆森大学和Meta 及Facebook和Instagram的母公司的研究人员的调查 中国通过一套密谋的宣传网络不仅对邓玉文本人进行攻击 还针对他的16岁女儿发起了大量带有性暗示和威胁性质的社交媒体帖子 这些攻击者使用假身份在邓玉文的社交平台X 前身为Twitter上发布回复 同时也在邓玉文女儿所在的公立学校社区账号上发布虚假信息 诽谤他是吸毒者 纵火犯和妓女 邓玉文在接受采访时说他尝试删除这些帖子 但并未成功 因为这些攻击者会不断更换账号 继续发布攻击性内容 除了社交媒体 这些恶意评论还出现在Facebook的社区页面 TripAdvisor Patch 一个社区新闻平台 以及Nate 一个帮助家长选择学校的网站 等其他平台上 这类骚扰行为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网络恐吓的一部分 引起了华盛顿 加拿大及其他国家的警觉 研究人员发现 这场攻击行动与一个名为Spamaflash 或Dragon Bridge的社交媒体账号网络有关 这是中国庞大宣传机器的一部分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事件呢 首先 从人权角度来看 这类攻击行为显然是对个人自由和隐私的严重侵害 邓玉文及其家人的生活已被这些骚扰信息严重打扰 不仅影响了他们的心理健康 也对他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困扰 对于一个16岁的孩子来说 承受这样的网络暴力和虚假指控 其心理创伤可能是难以估量的 其次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 这种行为表明了中国政府对批评声音的零容忍态度 不仅在国内压制意义 还将这种压制扩展到国际范围 这种跨国的骚扰策略显示了中国政府 在信息控制和舆论引导方面的高度组织化和技术化 甚至不惜动用国家资源来对付个人及其家属 从技术角度来看 这次骚扰行动展示了中国在网络战和信息战中的先进手段和策略 利用假身份和自动化工具进行大规模的网络攻击 使受害者难以防范和追踪 这不仅仅是对个体的攻击 更是一种对信息自由和网络安全的挑战 从政治角度来看 这种行为反映了中国政府为了保护其权威和形象所采取的极端手段 邓玉文作为一个长期批评中国政府的知名作家 他的声音在国际社会有一定影响力 中国政府通过这种方式试图压制他的声音 甚至威胁到他的家人 意在打击和震慑其他潜在的批评者 此外 从媒体和言论自由的角度来看 这一事件引发了对社交平台和技术公司的责任和应对能力的讨论 面对这种复杂的网络攻击 平台应当采取更加有效的措施来保护用户的安全和隐私 同时也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来应对这种新型的信息战威胁 最后 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 这种针对未成年人的恶意行为揭示了网络暴力对个人和社会的深远影响 网络暴力不仅对受害者造成直接伤害 还会对公众的安全感和信任感产生负面影响 进一步加剧社会的不安和分裂 总的来说 这篇文章揭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 即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 政治斗争和权力博弈已经渗透到个人生活的各个角落 面对这种复杂多变的局面 社会各界需要更加紧密的合作 共同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欢迎大家进入六度探索的辩论环节 我们从正反两个角度对本节目进行辩论 请出我们的辩论高手楚天书谢琪琪 我是楚天书 我是谢琪琪 中国的网络信息占星策略 包括骚扰批评者子女 显示了中国政府打压一件声音的决心 邓玉文的例子凸显了中国政府无所不置的控制欲 这种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人权和道德底线 这绝对是极权主义的体现 与自由民主的理念完全背道而驰 楚天书 你这种说法未免太过西方中心主义了吧 中国政府只是在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稳定 邓玉文的行为已经影响到国家安全 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些严厉措施也是可以理解的 再说美国也不乏类似的情况 比如斯诺登事件 谢琪琪 你的辩护真是让人啼笑皆非 用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来合理化对一个16岁女孩的骚扰 这无疑是对人性的侮辱 而且这种行为只会引发更多的国际谴责和对中国形象的损害 你提到斯诺登事件但至少他没有受到类似的家庭骚扰 楚天书 你说得好听 但事实是每个国家在面对威胁时都会做出极端反应 中国只是更有效率 更直接罢了 你不能否认这些措施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起到震慑作用 然而 至于形象问题 看看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行为 双重标准不是很明显吗 谢琪琪 你的逻辑真是让人无法接受 因为别人做了错事 所以我们也可以做错事 这种逻辑不仅荒唐 而且危险 真正的强大国家应该以道德和正义为指导 而不是以恐惧和暴力来维持统治 如果中国想要在国际社会上获得尊重 就应该停止这种不人道的行为 楚天书 你的理想主义固然可爱 但在现实世界中 国家利益往往比个人权利更为重要 中国政府的确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 当然 我不否认这些手段可能过于激烈 但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下 这或许是无奈之举 希望未来能找到更和谐的解决方式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